入境處早前優化預約換領身份證的安排 延長四間人事登記辦事處的服務時間 有議員星期三在立法會會議提出口頭質詢 關注人事登記處延長服務時間 所涉及的額外開支 以及處方會否推出進一步的措施安排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回應說 目前約85%的市民已經換證 政府會決定何時宣布救證失效 而為了方便市民換領身份證 自今年4月12日起 人事登記服務可以預約的日子 已經增加到96個工作日 他強調舊的身份證仍然有效 直至政府刊憲宣告失效 市民無需過於擔心